我很久不去包會公司來 所以你直接這樣 現在你轉去你轉起來 我好像相較人第一次 來改喉公司的感覺 像總統蔡英文 奉募澳洲之前 尚未要一天公開老兵 參加總統府組織 願意睡好的手藝 不然等去世的包會公司 拜託就要過去 關係優惠的結合公開演說 還要去後面總部比例時 會見澳洲議會議員 是下任關稅的頭一個人 蔡總統過去八年的一個執政時期 他當然累積非常高的國際的聲望 如果說他可以以一個 卸任總統的人間身份 去歐盟進行一個訪問 那這對我們台灣跟歐洲的關係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這份是歐盟很近以來 這支支持台灣的民主 蔡英文在國際上真是有名義的信頼 現在也不斷吹殺到歐盟的進步往來 是台灣的最佳代言人 八天的行程會去捷克比例時 還要去法國 方向公報後的公信 有前自法國代表現任國國保守中 不過在歐盟關係歐盟的時候 蔡英文要去歐洲訪問特別敏感 獨得要應對中國時刻 平時了解 先去歐洲已經先去歐洲 跟有幫安全政權進行電學委案會堪 方向歐盟關係穩健麥進的一個旅程碑 蔡英文下任總統之後 以便今年新婚訪問歐洲繼續拼廣告 強化我們國的國際人見度 民進新聞綜合報讀 臺灣最佳觀的第一新聞 MOD請收看民視新聞台